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而且發生的事情就還蠻嚴重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東西來發生 那個撐後發生 然後我們的作品 使用Shastomo 放手機 用 這個是放手機可以把它存成基因 然後使用後 我們用手電 然後 就可以大聲一點 然後我們就有在 然後我們要 兩塊 Aduno 吧 這一塊是連接Shastomo 然後這一塊是用 它的舵機然後來連接貨 來讓它控制的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東西就是 這一塊它是可以控制 它裡面那台車子的速度 然後它只要找到這邊 它不是面嗎? 然後這邊就是面塊 然後這一塊可以緊急煞車 然後這邊會解釋出現在時速是多少 然後這邊會解釋出有沒有緊急煞車 然後這邊是只要 這台車子太靠近前面的車子 它就會開始叫 然後這邊就會下來 然後這個就會亮 告訴駕駛說該煞車 然後這邊是 因為我們怕駕駛睡著 所以只要它有在開車的時候 它一定都會叫 那我們來展示一下我們的車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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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沒聽錯 它情境是什麼也會叫 就是只要車子有在動它一定都會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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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還要按鈕是這塊緊急煞車 然後超音波是目前在這邊它不會使用 它先上點檔 它是如果到時候限時中它才會使用 因為它就會裝在車子前面來改正 就是我們現在是用程式那邊來 再進程 然後LCD是會告訴 LCD是告訴駕駛說要煞車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這程式 我們公民器也是到處這樣子說 我們快裝到前面的車子也要殺死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這一塊就是這樣 它會這樣 如果它只要有電 這一塊就會開始繳 我們就只要時數不等於0 它就會開始繳 我們展示一下我們做的方式 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 是那個代替超音波 然後它只要再靠這邊就這樣 因為這個是模擬 如果用這個機器會發生什麼事情就要靠 所以說 超音波可以按照 超音波就直接在這裡 然後這邊會顯示時數 瞎瞎的時數是 瞎瞎的時數 瞎瞎的時數 瞎的時數是100 然後再把它按下去 再摸一遍 代表說 它現在已經煞車了 然後放給它再變化 這個 這個 再高級下車 然後它這邊就會顯示 然後這邊會掉 然後因為我們剛才不是從後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煞車 那 這邊就能夠 可以看一下你們那個城市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程式是模擬,就是羅建正前面的超音波動畫 會去證明說,前面的車輛在那裡,然後大概多遠 所以這上面的數字是我們製造的超音波動,就是距離的 然後用到韓式的一個模式 有,這檔設下面,這檔設下面是什麼? 我們用韓式直接大規模的去證明說,我們的一些機械公園 或是說,我們要剎車這一塊,就是剎車 所以你哪邊去讀這個速度的旋鈕的資料? 旋鈕的資料? 它有設定一個變數,然後那變數都是旋鈕的資料 然後我們,因為旋鈕它是0到1023 但是因為時數,我們要控制在最高就是110,所以我們會去除以93 就是9.3,就是讓它去控制最高的時數 那那一段是什麼? 這,就在這 這一段 它是去讀取說,裡面的那個數字 那你們兩個的分工是怎麼樣? 我負責,就是把硬體全部接好 還有另外一台的硬體 就是它的程式 然後它就負責整個UI界面還有這塊的程式 你為什麼想到說它只要啟動就會叫,不會太吵嗎? 因為,這個邏輯是什麼? 因為駕駛很多人都是皮靈駕駛 然後很容易就是開開就睡著 所以我們才讓它叫 目的,目的是為了說就是 就是讓它不要睡著 所以一起來就叫了 然後另外一個那個叫聲 也就是政策那個距離的那個叫聲 對,它是因為說怕撞到 所以提醒有說要撞到的 其實小心一點點 那你們提醒危險的部分有哪幾個? 我剛剛沒聽完幾個 在這裡 第一個是啟動就這樣嗎? 這個 然後 提醒危險 這個是防止駕駛睡著 然後提醒危險 就是前面如果撐太近 這個會降嗎? 然後這個也會降 嗯 也就是說在駕駛的時候 這個只是為了說不要讓那個駕駛睡著 或是不專心遠開機 然後這個是提醒說 如果你要撞到快點就是 比 這是距離嗎?對不對 那速度的 速度的 你有設計到這塊嗎? 因為我們就是 最快我們有 控制它的速度 最快就只有100 不能再快 所以我們不會去說 它速度不太高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只要提醒 會對駕駛也是這種感到 就是在設計的時候 我想要再問 沒有想要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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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出發的 你是警示它對不對? 只要在開設就警示它 對 所以 有那個局勢嗎? 比較小 比較小的那個 這裡是沒有 這裡沒有 好 沒有 這一個是 要看它的距離 因為如果 距離還是 等什麼 它也不會就是 比較一直這樣 我知道 那個是超音波的 距離感錯 對 它是越較越大 比如說你原本的 綠色有一個 警告音的那個部分 就是它會只有聲音 好 OK 好 時間到囉 好